Hello,大家好,今天我们看下Liko的28题 那这题呢,是个StreamMatch的题目 重题对大家来说,既熟悉又陌生,然后既简单又难 那为什么说熟悉呢?因为它是个StreamMatch的题目 所以大家平时经常见到,那为什么又说陌生呢? 因为要用好的算法去解决这道题其实就很难 好,那我们来看一下题目,那这题其实就是给我们两个Stream 让我们找出第二个Stream在第一个Stream中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如果没有的话就return-1 如果要Match的东西是空的话,我们return0就可以了 比如说,第一个例子,如果needle是空,那其实也是要return0 好,那这种题呢,如果在面试中碰到 其实比较少,我个人基本上没有碰到过 说让你用很好的算法做出来 我们知道用OM方可以用一种暴力解法去解 那么好的方法,比如说有KMP 但像KMP这种东西 我以前本科学了,可能学了之后三五天或者一周后就忘记了 那在面试中也不可能说要请你用KMP做出来 那如果面一家公司让我用KMP,那我干脆就直接放弃算了 所以我们就尝试可以用最简单的暴力解法去把它做出来 那当然如果要看更好的解法 可以去我的那个算法导论上面的 那比如说有暴力搜索,有KMP,还有有限量机的做法 那算法导论第32章就是讲StreamMatch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好 那我们在这里就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写 那么就像这样子,其实就双重循环 那把每个i固定住 然后如果对这个i的位置,Needle这个串和HateStack上面的这个串一样 那我们就可以Return这个i 没有找到那就Return-1 那我这里就用了最简单的暴力搜索 那如果大家只是准备普通的面试的话 就是其实没有必要去看那些KMP 像我面过这么多,基本上从来就没有考过KMP 所以大家也没有必要说花费太多的时间在StreamMatch这种题目上面 我们没必要去找出非常非常优的ON的解法 好,那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